特別要跟現場的嘉賓 一定很多人也不太認識 由盧凱族勇士 北起盛裝打扮的少女 緩緩走到場中央 對盧凱族人來說 鞦韆是重要的傳情媒介 當鞦韆盪得越高 也代表著互相好感的程度 旅被盧凱族聯合風年紀活動 屏東屋台及家母部落的族人 也特地北上參與 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一些在都市裡面的原住民 幾乎都忘記了自己的文化 尤其是重點文化 我們為了要讓他們 不要忘記了秋千的故事 所以所有的節目 都是跟秋千有關係 這個意義對我們來講 我們盧凱族在台灣的原住民 是一個少數民族 那麼越是少數民族 我想我們必須的更要團結 那麼走出去的鄉親 我們更要給予最大的一個 支持跟關懷 加油啦 加油啦 家長手忙腳亂地幫孩子穿上傳統服飾 有些則不及不虛地將繁重的穿衣順序完成 最後由部落其老們評分 這場傳統服飾佐伊比賽 除了讓家長重視這基本的傳統 也直接地教育了下一代 頭到太錯了 因為沒有穿殘袋 穿衣服很好玩 還可以順便教那些 家長不會給小孩子穿的 沒有得高峰就丟臉了 而瘋年季的賜服球活動是展現 盧凱族男士榮耀的重要比賽 現場衛兵們也親自參與 一年一度的瘋年季 最後就在優雅的鼓調和傳統舞蹈中圓滿結束 接著壓榜無流桃圓歸山採訪報導